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那个专家会议里面 他们指开了三个人 处理隔壁医院 第二天 我就仔细地去看 要知道应该要封掉 然后我仔细地看一下它 是蛮 extensive 的 所以知道它一定要做一些隔壁 这些人不能乱跑 可是 所以那个晚上 那个晚上呢 我就 因为我们的晚上是 加拿大的半天 所以那个晚上 我就想 我们就打了几个电话 跟加拿大的医院请到 就是跟他们讨论不能处理 他们都有一些经验 因为后来他们都碰掉了 如何怎么做 都有一些经验 那我那天早上 我还在想说 这个idea 我要怎么来跟他们说才好 我还在这么想的时候 我走进去开 就是进去开会的时候 秋淑提就进来说 那时候就是周五十二点 那天早上也开会了 他就宣布我封了 然后他还看了个表情 就是住在这个时候 这么封了 我真的傻眼了 那个封印是要有准备的 然后要知道一定怎么处理 一大堆人在里面 那你要不来 不来就是怎么去找地方 不来怎么没有地方去 就一直找那个三天半夜 我就给他开了一些条件 所以说是这样子的地方 这些人可以去 那就是可能就是 很多人看到有自己的厕所 因为有些 他根本不是SARS的病人 你就让他去一些地方 休息 就让他过一阵队 就很 那是蛮困难的 在那个过程上很粗糙 那他为什么是那个样子 是一个蛮奇怪的过程 那个我觉得 所以是宣布封印的时候 其实他没有SOP的 他没有变什么 Standard Procedure 那个 那个 的经验是这样 美国CD是 是联邦政府的机构 他非常尊重美洲 他不会去管美洲 所以 当然我在SARS 或者是大部分的时间 我都是跟我们的中央政府工作 那我们就给他建议 就是给他建议 然后他们就自己 他就会take hour 然后他自己处理 就去做那个事情 那但是呢 美国CDC有一个原则 就是说 当他 当一个病 一个疫病 不管他什么 跨州的时候 CDC可以直接建立 不需要被邀请 CDC的人 就一定要被邀请才可以去 要州人 他一定要有个邀请盘 就请你来帮忙 才可以去 但是他只要是一跨州的话 中央政府是绝对可以take over 所以根本不用邀请 可是我觉得在SARS的那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很震撼就是说 那时候我应该是没有搞懂 中央跟地方的那种隔阂 譬如说 譬如说 你们知道有个家的华昌湖国宅的 知道了 华昌湖国宅后来的 这些被 所以那个晚上 前一个晚上 CDC的人就说 华老师 你帮我们来看一下 那 就说这个状况呢 就是因为 在幻华那里 哪有一些老人 就是死亡 然后这些老人 他们其实都 都需要看病 所以他们的病 都是和平跟 西人医院 都是医院相关的 一分析就知道了嘛 我们本来就是说 那社区感染 我们还带来做了很多处理 要去处理 我看完之后 我就是不用处理 什么都不用处理 这些就是医院相关的 跟社区是无关的 那 其实我自己也会去想说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当时呢 我就是这么说了 我也没有给他写一个报告 也没叫他们写一个报告 也没做任何事情 那可是第二天 去把华昌国宅的人 全部载走了 是台北市政府 其实你显然跟 CDC和整个卫生署这样的系统 其实很多很熟的嘛 对不对 可是那一件事情看起来的话 市政府是 或者说市长里面 totally rely on 求书体 那个没有一个practice 没有一个SOP 没有一个 其实很多情况 你这样这么大的一个事件 军安政府 just take over just take over 在政策面 然后告诉他们 请他们怎么执行 他那个整个的政策 就是中央政府感觉 就是中央政府 做旁边看戏 那那个 就 然后他说不行了 才take over 是 是这个样子 我的两个问题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是防疫发挥 功效的话 那媒体事实际上 也扮演一定角色 因为媒体爬出了点重 我们就更小心 大家都知道 做什么做什么呀 好 在这一点来看 媒体也并没有好像 很渲染的那种感觉 这第一点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是防疫发挥功效的话 那在国光制造的这一批疫苗当中 过程当中 就发生很多那种疑似的 疫苗产生的病例 那他提到那个多发性神经炎 事实上是有关联的 对不对 1976年去有关联 对那你们在做药的时候 也怀疑这种关联会继续在 但是因为 但是我们害怕它会出现 但是在考虑它可能出现 然后评估它的频率 然后评估要不要有疫苗的情况 我们说 这个病毒以数字来说 不成体力 是 它会发生的数字 跟疫苗可以发挥的功效 跟没有发挥功效的时候 那不成体力 所以我们绝对继续制造 那也证实 今年没有这样子的生效 之前的四个月 就已经把过去一年 所有健保的资料 可能跟疫苗有关的疾病 都收集好了 看它的发生的数字 pattern是什么样子 然后看开始施打疫苗 我们五百万剂是四分之一的人口 你就问 四分之一的人口打疫苗 若是这些疾病 有跟这四百万 都五百万剂有关的时候 它会增加 我们问有没有增加 没有看到 第一个是媒体 加上一些莫名其妙的 名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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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把这个 很多问题是夸大 然后这个因果关系完全 比如说一个老先生打了疫苗 得了两个月之后呢 得了肝癌死掉了 他说打疫苗问题要肝癌 这个怎样的事情 不相干嘛 那实际上 王老环刚刚已经讲了 这一个企业里面就有三百四四个人车祸 自杀 对不对 我们能不能说 打了疫苗 会导致车祸 或者自杀 这个三十几段的 但是我们看到太多的这个 在媒体上报道的 其实都是 从 基本的知识来看 是 irrelevant 但是 媒体 名嘴 加上 一般社会大众 没有办法判断 对 我比较关心的是 那个知情的问题 就是他 在接受被打疫苗的那些人当中 他小不小的打疫苗 有可能 因为你们也合理的怀疑 有可能会引发 那个 那个神经典 这个 这个case就是说 当这个risk backer 是百万分之一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必要 对 这个其实是 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那个知情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必要 要让每一个 受 打疫苗的人 知道 这个risk 谁决定有没有必要 对 我觉得这里面 这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我们社会 现在常常会有这种要求 就是 风险 是 要把它降到 那我觉得 像你讲 假如说要告知这个风险 我认为应该要同时告知 你被车子撞死的风险是多少 相对去比较 那刚才讲说 这个 同一个时间 period之间 自杀或者车祸死的人 比我们在讨论很多东西 都要 都要多 可是我们就会对某些事情 有很大的恐慌 是 然后就要去怪某些人 所以 我发觉 所有民主国家 他们都会出现几件事情 这个 道完兄的这个76年 这个初六感 可能让我看过 就是说 这个争议打下去 不管什么事情 通通归于英语 因为它跟政治选举直接相关 你的对手就是希望你落选 管你十几个人算不了什么 然后再者一个比较严重的因素 就是说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感受到 因为我觉得科学家 没有办法排除掉那个 所以那个risk的那个问题 因为现在 像我们国发手 有这个风险大师 他就抓到 只要你不能够完全排除风险 这件事情你就不能做 那这句话 有没有诉求力量 那完全没有 那什么都没有做 所以我观察一下 这十几年来 国家的科技政策 没有一件事情 他们那群人不出发的 通通反对 我们这个整个社会 对学术界的这个信任 跟依赖度是 极高 极高 所以在SARS的时候 政府拨了二十一言 那你现在 现在我们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这个risk跑哪里去了 跑哪里去了 我自己也亲身碰到了 所谓的communication的问题 那我呼吁 我呼吁就是 我们应该再回头去研究SARS 不是为了要证明我个人的任何一个观点 而是我会觉得 你重新回去 你再一格一格的 或一分钟一分钟的听TVPS那些名嘴 或者跟学者用什么方式来对话 然后学者的话到底讲清楚了没有 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 事实上学者 我看到的事情是 等于就是学者出现 讲出来的一句话 名嘴一拥而上 你学者招架不住的 而且一句话 明明白白的是很清楚的话 可以经过 连续三个不同的名嘴转述 就变成完全不一样的话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是值得再重新回头来做的 那个时候真的你可以看清楚 哪一些学者曾经说过什么话 他们扮演的角色 跟发挥的功能 到底是恶化了当时的情形 还是帮助了当时的情形 我觉得我们现在批判或者是 就是说我们说这是媒体乱象 太容易了 而且我觉得的话 似乎也太轻率了一点 这里面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 你讲的学术件 平常你就有这种能力 你在社会上建立了这样子的信任感的话 情况不应该是这样子不吃空的 我在想 台湾的媒体真的需要重整 那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面 我们没办法告诉这一家媒体 说你只能说这个话 但是我们一定可以把公式 列成一个代表人民说话的地方 我在参与这个论坛 因为把我名字放弃来说 我赞成都是媒体的错 然后我这边亲眼见到有听了一个故事 所以有个世界 另外有医学院这个学生自己等死了 他应该很年轻嘛 他没死 我知道等死没死 他这二十多岁吧 二十 年轻 很年轻嘛 那这个还不叫凶呢 所以这个是刚刚何美翔讲的两个事情 一个是传染的速率 一个是死亡率 我想大家害怕的 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恐惧的心理 是因为死亡率 不是不是因为死亡率太高 你看那个群 你刚刚那个例子 其实印尼的那个群流感 那个死亡率是几乎百分之百 是 对不对 所以当任何一个疾病出现 而它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 接近百分之百的时候 我想每个人都 可能不是那么高 我想刚刚不管是谈防疫的历史 还是谈当下的防疫的政策 那其实这些事都还是有它的 所以它还是有它既定的社会 然后政治法律的这样的结构脉络 所以我想刚刚在谈防疫历史的时候 我们忘记一件事情 是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 甚至到今天 这个人类在整个法律跟人权的演变上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所以在我们20世纪初的时候 讲说有三百人死亡 跟在20世纪末 讲说有三百人死亡 那这件事情背后的人的价值 人权的意涵 那以及在20世纪末 我们现在看到全球化 那个global connectedness 然后那个technology 那个transcommunication 这些都改变了我们对全球 对世界的那个观点 包括何老师在讲那个防疫政策 跟防疫历史当然不一样 防疫政策最大的特色 是决策于未知之中 而且它要考虑到当下的政治社会 跟法律的脉络 所以比如说为什么在美国 跨州的时候联邦政府就可以进去 那是因为它联邦政府的权限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 科学家可能也有专业 可能知道要怎么做 但是因为那个法律结构的关系 它如果是发生在一个州内 或者发生在interstate 同样科学家知道要如何因应的事情 却因为那个法律的结构 法律的限制 使得它一个可以做一个不可以做 那这很典型的就是 其实法律的结构 也会给科学家 在或者是说政府 在做任何判断的时候一个限制 台湾又无时无刻 不在面临这样的事情 SARS那时候是中央政府 跟台北市是不同的执政党 那之前高雄发生 环境污染的事件的时候 也是中央政府 跟高雄是不同的执政党 换句话说这样子的一个 政治跟法律的环境 其实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这些也应该要被take into account into policy decision making 当传染病流行的时候 决定我如果被触碰告知 我有百万分之一的风险 我决定我不打疫苗 是不是道德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就是说我不打疫苗 那我有一天得了 我可能又会传染给别人 所以这个在社会公益 跟个人选择 这个中间的尺寸的拿捏 有没有一个清楚的界限 这不是只是这个科学 跟背后都是不理性的群众 或不理性的媒体 这样的问题而已 这些政治法律都在这个结构范围内 那所以举SARS我记得印象中 很深刻的一个问题 就crunching的问题 何老师因为刚刚很确定 当我们比较了解SARS的病毒之后 我们知道就把它隔离起来 可以最后很成功 那一个科学家的观点是这样子 但是从另外一个的观点来讲说 但是你真的确定这样子吗 其实很多决策都是决策于位置之中 现在我们当然比较清楚了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观点是说 但是这个crunching可能会影响 他的人权 好啦 那你就要问说 那在这个决策当中 把人权纳入考量有什么好处 这可能只是一个无知的人权的考量 但是on the other hand 当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并不能够非常的确定 因为决策于位置之中 科学家也是step by step 学 对 所以当原来有一些法律政治权利的结构 在那里的时候 他等于put in place one the other factor 要让他去balance 要让他去考量 他这个 这个这样子的作为 不是一个人的很犀牲吗 我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你 2009也是一个新的疾病 没有人这么做 Nobody talks about it Nobody 因为那个e-model 一看就知道 那个没办法做 你不会成功的 是你不会去做 当然我们大家很高兴 在某一个时间点 scientists可以很清楚地说 诶 我现在知道隔离这个事情 会很有效的 所以当我在balance那个weight 到底要限制一个人的人权 跟这个 我可以看到很清楚 但通常 其实这个东西不是那么清楚 我刚刚听到那个 有一个人 基于那种对病情不了解 导致一百多个人 一大个青梦毫毫都死掉了 没有人可以看到这些事情发生 但是你作为国家一个arbitrator 在这个立场上来讲 如果说今天你有足够的scientific reason 说全国人拿大学的钱出来 宁可国库破产 要每个人都打疫苗 原因是有一个人不打 国家有可能防疫整个失败的话 这个没有争辩的余地 但是你现在讲得很好 scientific reason 没有办法达到这一步 首先第一个我必须强调 我没有人知道 科学到底能不能做到这一步 他说 你能不能那个生物学 没有办法得到百分之百的确定性 以前 你在这个policy making的过程当中 你就必须把人权的因素纳进来 因为这个人权因素所扮演的角色 跟科学所扮演的角色 是等样奇观的 你的意思就是这样 science 因为它还有一件事情 也许我们永远都可以learn better afterwards 但是当你在决策当下 跟决策位置之中的时候 法律上面有一个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所以假如这个epidemic 是一个clear and present danger的话 你就可以做这样的 但是再怎么clear 因为感染力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我认为这个样子 我们看病就一样 你去看医生 医生觉悟保证是会好的 一个药 一个药他吃过了之后 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可以治疗就够好 百分之七十会死的话 百分之七十也够好 就是用法 夹三十人再慢慢带来找个朋友 一样的道理 其实科学的判断 绝对不可能 在那个moment的时候说 我绝对知道 不可能 那问题是说 那要用什么其他的factor 来balance 问题是代价是多大 我认为医学的问题 其实还基本上相较单纯 因为这个danger是clear and present 我知道 ok 我也许恐惧 也许这个恐惧是无畏的 那所以我其实也是propose 一个有趣的问题 就是说 所以法律上他会发展出一些原则 强迫这个科学专业结构说 我虽然不懂你懂 但是我要求你要把这个放进去考量 也许very stupid 但是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那个law 可以provide function against the constraint of science 我要加一个 通常做决策不是科学家 所以其实所有这些legal consideration 是在那个decision making 通常是politician 他会考虑選票 这个科学已经 他的数据已经变成我们社会整体做决策的一个主要的一群 就是说 科学家可能不觉得自己那么重要 因为还没有当总统 但是实际上科学家的数据 就刚刚叫何美昌老师也会提到这样类似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你科学家做的决定 他可能不做到那么具体 但是他所依据的理由 诉求甚至于理性的表现方式 都必须要立即于科学才能够做这个说明 而科学本身刚好又没有能力 百分之百的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数据 所以这之中整个社会的结构 跟对科学的依附感 就会出现一个落差 好多科学家是把你的那个basis讲出来 就像刚才少爷讲的 就是 发生这个地震的几率在多少年之内 多大会是多少 然后 这绝对不是一个certainty 就是一个probability 那我想防疫的这些事情也都是这样 那这个之后 那 某个人要做决定 背上这些还有其他的考量 我选这个题目 我的题目不是怎样建构一个理想的社会 这不是我的题目 我其实是想提醒大家 就是说 有一个问题在 就是你 像 像我们从事 生物医学研究的时候 的人 在这样子的所谓的危机 里边的时候 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可以做什么事情 那为了达到那个目的 那为了要执行那个功能 那你平常又必须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也是跟这个孙宇翰提到说 比如说科学家到底 有多少的这个发言权 到底在社会上 我们这个扮演的角色 到底重要或不重要 就像阅矩症 你觉得我们可能 还没有那么重要 阅矩症就已经够重要了 对不对 当然了 我这样讲 我这样讲 这其实是我们这个论台 未来我相信可以再有好几次论坛 做当做主题的这个思想